明明是男孩救下了被插队的女孩 可女孩却说讨厌她 只因两人是失散两年的前任 难道分手了就不能做朋友了吗 女孩沉默了 她回想起四年前的那场相亲 如果选的不是她 现在会不会比较快乐 虽说经济独立才是女孩最大的底气 婚姻只是锦上添花 但据说每个女孩都逃不过母亲的催婚 28岁社恐女孩源源被母亲安排相亲 三选一根抽盲盒似的 本就没打算脱单的源源 为了应付母亲只能随便选了一位 相亲当天甚至不洗头 不化妆就出门 怎料对方居然是个腿长一米八的极品大帅哥 吓得他连忙把小口罩拉好 你好 我叫陆燕昭 你好 我叫圆圆 两人对视气氛微妙 赵阿姨顺势助攻 阿昭26岁 是华清大学的科研工程师 趁有时间你们相互了解了解 初次见面的两人漫无目的在街头行走 男孩伟大的脸让圆圆忍不住偷看 碰巧陆燕昭也回头 虽然她已经及时受回视线 但手上的运动手环已经暴露了她的紧张 注意 您的心率偏高 圆圆一下子脸颊爆红 连忙摘下手环扔出个十万八千里 走你 陆燕昭被圆圆可爱到笑出声 你很紧张吗 圆圆不承认 那是手环坏了 为了缓解圆圆的紧张 陆燕昭主动转移话题 听说你是画师 那平时除了画画 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看小说 追剧追翻 还有漫展 明显这不是陆燕昭所熟知的领域 她喜欢滑雪 旅游 还有钓鱼 完全不同屏的两人再次冷场 圆圆努力尝试找话题 那你喜欢玩游戏吗 说不定还能玩到一块 结果帅哥说她玩连连看 这么古早的单机游戏 二次元少女表示无言以对 圆圆再次感受到两人是不同世界的人 就像平行线一样 本来就不会有交集 也许这是第一次见面 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可就在此时陆燕昭在射箭馆前停下了脚步 她邀请圆圆去射箭馆了 拉弓的男孩更帅气了 可这准头完全配不上她的一脸认真 虽然技术不咋地 但光靠一张脸就引来了无数狂风浪蝶 圆圆默默看着陆燕昭怎么都想不明白 如此优秀的她怎么会来相亲 就在此时陆燕昭转头看向圆圆 你要不要来玩会儿 一直坐着多无聊 我我不会射箭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 紧接着陆燕昭手把手教她 圆圆内心按捺不住小鹿乱撞 太近了 她能清楚感受到她的呼吸 她这么耐心教我 她能被美色迷惑 心里还不停默念着 对准把心对准把心 下一秒搜一下郑重把心 圆圆没想到还挺简单的 但却让一旁的陆燕昭傻眼 男人的尊严瞬间吸碎一地 你确定你之前没玩过吗 圆圆摇摇头表示没有 不过游戏里的ADC倒是玩的不少 对比了下两人的剑把 陆燕昭绷不住脸红 圆圆却忍不住笑了 你你笑什么呀 你是不喜欢黄色吗 陆燕昭一整个震惊住 没想到小姑娘说话还挺犀利 现场一度陷入了尴尬 还好电话铃声响起及时救了她一命 只听到电话那头焦急的催促声 学长你去哪里了 不是说好今天上午来研究院陪我吗 陆燕昭看了一眼还在射箭的圆圆 眼神里略过了一抹可惜 抱歉 有事先走 下次见 好 你先去忙 不过她刚说了下次见 意思是还会再见吗 难得社恐女孩第一次春心懵懂 小姐妹团当然集体出动三世会神 身为海后的小学妹展男无数 她自自分析到位 陆燕昭90%是渣男 她担心没谈过恋爱的菜鸡学姐会受伤 所以劝她及时止损 可圆圆一脸不值钱地看向小学妹 表示她想先了解了解对方再做决定 既然劝不了那就只能加入 小学妹立马为她出谋划策 手机拿出来 再把眼睛摘掉 咔嚓 圆圆在毫无防备下被拍下了最自然的一面 但是她担心最近因过敏暴都自己丑暴了 放心 每个小姐妹团里都会有一个非常会屁图的小姐妹 在小学妹的一顿猛操作下 图也屁了 朋友圈也发了 就等着海王上钩了 女孩精心批图发了朋友圈 别人都说好漂亮 只有男人相见了鬼似的 陆燕昭没想到你还是个工作狂 连续通宵了两晚 发小甜心都开始担心自己的满头绣发离家出走 而陆燕昭却没头没脑问她 知不知道慢展是什么 但同为理工男的发小表示不了解 就在此时小学妹许佩佩来了 甜心仿佛看到了救星 几人闲聊之际 甜心提到了陆燕昭相亲的事情 好奇小姑娘的长相 长相倒是没怎么看清 但意外的有种反差萌 一想到圆圆说的那句 你是不是不喜欢黄色 陆燕昭忍不住笑了 她开始有点想念她 想念她身上特殊的味道 那是一种让人不知不觉想要靠近的味道 此刻甜心忽然打断 哥 该说不说你这样真的好像变态 而且第一次见面就靠得那么近 很容易会被讨厌的 陆燕昭接二连三受到暴击 让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问题 难道真的被讨厌了 不过一码归一码 你们谁能告诉我漫展干嘛的呀 类似讲座的交流会 眼看两人都不太靠谱 陆燕昭决定还是自己百度百科一下 从来没见过学长为谁这么伤心 甜心和许佩佩更加好奇人姑娘长什么样 于是一把夺过陆燕昭的手机 打开了圆圆的朋友圈 一张精致的脸庞映入眼帘 两人直呼好漂亮 但陆燕昭仿佛见到鬼似的 这谁啊 她左思又想总觉得照片哪里不对劲 明明她给我的感觉是充满能量的 散发的磁场让人觉得很舒服 此时此刻的她已经迫不及待想再次见到她 另一边圆圆按照小学妹说的 等着陆燕昭主动联系她 结果两天过去了 什么消息都没有 她开始胡思乱想 是不是自己给她第一印象不好 就在她迷茫之际门铃响起 随后她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起来 开门那一刻她傻眼了 鼻青脸肿的小学妹陈南希 二话不说上来就给她一个窒息的拥抱 原来陈南希被分手了两年的前男友家暴 她还是我初恋 我的感情真的太失败了 学姐你说甜甜的初恋到底是什么样的 话刚问出口陈南希才反应过来 圆圆还是母胎单身 不过很快就会有了 那个叫陆什么招的小情人 忽然被调侃的圆圆立即羞红了脸 胡说什么 什么小情人 看小学妹能开玩笑 圆圆放心了些许 不过还是劝她去医院再看看 然而此时门铃再次响起 射恐少女居然把笑霸摔出九米远 只因对方踩碎了她的画笔 圆圆在陆燕钊家看到她高中的照片 万万没想到她居然是当年那个白毛不良少年 由于信息量太大 圆圆短时间内无法冷静 即便陆燕钊贴心为她准备红糖水 还想约她看漫展 她也一心只想逃离她家 陆燕钊不明所以 就在情急之下拉住了圆圆的手 不如其来的肢体接触瞬间让两人脸颊羞红 陆燕钊下的连忙放开了圆圆 抱歉 是我做错了什么了吗 圆圆却沉默了 逝去的回忆开始攻击她 那天圆圆和小姐妹们吃东西耽误了回校的时间 陈南希只希望别碰到那群小混混 但是不出意外就出意外 一群小混混堵在了回学校的必经之路 为首的蓝毛和红毛一看就是就相识 红毛冲到蓝毛跟前挑衅 蓝毛不屑再与她为伍 红毛怒了 让蓝毛好好回忆回忆那些年的同流和无时光 说着揪住蓝毛的衣领想教她做人 结果蓝毛反手一掌把红毛甩开 红毛恼羞成怒奋起过招 数招过后红毛被干倒在地 而此时传说中女朋友很多 打架很厉害的白毛在街角的另一段出现 圆圆几人只想装瞎混过去 就在躲闪的时候 圆圆被路过的白毛撞了一下 圆没事 可是她珍贵的画笔却惨死在白毛的脚下 圆圆连忙蹲下抢救画笔 怎料白毛回眸一个死亡眼神杀 吓得陈南希拉上圆圆赶紧走 圆圆却心疼那几只可怜的画笔 白毛不发异于扭头往前走 留下身后的少女一脸忧怨 也不知道谁给圆圆的勇气 当时她就喊道 我已经报警 附近五百米内就有警局 警察很快就来 文言红毛一伙人吓得落荒而逃 而白毛也顺着声响忘曲 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采坏了她东西 她叫住了圆圆他们 陈南希慌了扯着圆圆赶紧撤 可腿长两米的白毛大胯几步就追了上来 她伸手之际 就被圆圆一把抓住了手臂 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完美过肩摔 直接就把白毛送上天 白毛的小弟们纷纷目瞪狗呆 招哥 你没事吧 卧槽 这小坦克牛搏衣 只见白毛已经被摔得灵魂出窍 圆圆傻愣在原地 见状陈南希拉上圆圆拔腿就跑 小祖宗 跑啊 你就不怕被报复啊 社恐小姐姐打扮精致去见相亲对象 结果发现对方竟是当年欺负过自己的笑把 小学妹的渣男前任追上门来 好心邻居帮忙解围 同时圆圆发现了邻居正式相亲对象陆燕招 陈南希也激动得不要不要的 原来他就是你那个小情人啊 门外的两人似乎察觉里面的动静 渣男想冲上前 但被陆燕招阻止了 这么晚会吵到邻居 请你离开 渣男无奈之下只好默默离开 他走了 屋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圆圆暗想着要不要过去道歇 就在此时圆圆的爸爸来了 眼看亲闺女和好朋友无恙 便关心念叨了几句后离开 而圆圆导持了一轮准备去找陆燕招道歇 陈南希笑得有些诡异 穿那么好看确定去道歇吗 圆圆却表示只是出于礼貌 不过真的好看吗 好看是好看 就是缺了点自信 说着陈南希帮圆圆喷上了斩男香 并提醒他待会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自己看着办啊 圆圆脸皮薄筋不住调侃便转身出门 他来到陆燕招门前犹豫了半晌 即便没有见到人已经紧张到不行 终于他鼓起勇气按了门铃 此刻浴室里打算洗澡的陆燕招 停住了手中的动作 开门那一瞬间他有些许意外 圆圆谢谢他方才出手 陆燕招一连忙 这才发现他就住在自己家隔壁 而又想到了刚才那个男的 他忍不住问圆圆是不是他男朋友 圆圆连忙摆手说不 眼看学姐都解释不清 屋内的小学妹忍不住喊道 那不是他男朋友 是我前男友 听到这陆燕招松了口气 接着邀请圆圆进他家做客 圆圆一时没反应过来就答应了 也许看穿了圆圆的不自在 陆燕招信誓旦旦表示不会对他做什么 圆圆顿时尴尬 他极力反驳不是这个意思 然而这一切在陆燕招眼里近视 圆圆太可爱了 陆大帅哥没想到逗人把自己给逗害羞了 他连忙转移话题去厨房给圆圆倒水 此时圆圆意外发现了地上的一枚一钟笑辉 难道他也是一钟的 那个学霸云集的一钟 而地上某个角落里的箱子也引起他的注意 并好奇拿起了一个相框 他一眼就认出了中间那个淫发的少年 瞬间那段痛苦的回忆涌上心头 原来陆燕招就是他 社恐小姐姐打扮精致去见相亲对象 结果发现对方竟是当年 害他在喜欢的男生面前出丑的元凶 圆圆逃离陆燕招家后垂头丧气回到自己家 陈南希调侃他该不会恰点回来睡觉吧 可又瞧见圆圆脸色不对劲 出门前兴高采烈 这回怎年了巴基 还奇怪地认同陈南希说的话 我们确实不合适 这话一出陈南希立马坐不住 要不是圆圆拦着 陆燕招的狗腿早就被陈南希打断 在圆圆的一番解释下 陈南希掌握了实情 但他貌似不大相信文质彬彬的陆燕招 会是当年那个笑把 但正因为当年那件事 圆圆被人起了各种难听的外号 起初他并不在意别人说什么 直到在他有好感的人面前出了丑 圆圆 你画得真好看 我能找你请教一下色彩 良言 你喜欢坦克呀 你小心吵架的时候 他给你过肩摔 圆圆根本顾不上什么淑女形象 直接开口大骂 你们这小身板 小心我把你们摔天上下不来 之后他就渐渐自卑 再也不敢跟那位男生说过话 毕业后更是删掉 除好闺蜜和小学妹外 其他同学的联系方式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跟过去说拜拜 谁知道相亲还能遇上他 这份孽圆谁要要谁要吧 陈南希也果断劝圆圆搬回家 但圆圆好不容易才跟父母表现独立 这没几天就灰溜溜回去太打脸了 既然这样就别想太多 先睡觉 一日清晨 陈南希见圆圆还在熟睡 他便借了套他的衣服静悄悄离开 可当陈南希顶着心松睡眼走进电梯之际 忽然一只手将电梯门挡下 吓得陈南希一个机灵抬眼 男人一脸迫切恳求陈南希了解个事 看他的精神状态似乎一整宿都没睡 海王追气路漫漫 先是被狗子骂了 紧接着又吃了闭门羹 对于圆圆一声不吭地离开 陈燕昭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一大早就守住待兔 将陈南希拉住询问原因 想起昨晚好歹陈燕昭帮忙赶走渣男前任也有功劳 陈南希大发慈悲告知了他圆圆不理他的原因 但他有必要提醒他 如果你不是认真的情远离我的好闺蜜 陈燕昭将当年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解释了一遍又一遍 而陈南希听完也觉得就是个误会 不过他依然觉得陈燕昭欠圆一个道歉 陈燕昭同意 还有套话笔 我陪他 还欠他的男朋友 这个好说 你看身高一八七 会赚钱会做家务会做饭的工程师怎么办 陈大帅哥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 不过陈南希似乎还挺满意闺蜜这位准男友 至少人没有传言中那么眨 陈南希离开后 陈燕昭在楼梯口发现了一只雪白的小团子在胸膛 那是圆圆家的小可爱球球 恐怕是在为主人出气骂陈燕昭呢 见状陈燕昭主动送上门 那你咬我吧 没想到球球在帅哥面前一秒破功 好一只见色望主的狗子 此时听到门外喧闹声的圆圆推门出来 警告球球别乱叫 碰巧两人四目相对 气氛相当尴尬 圆圆没有一秒犹豫把大门关上 留下一脸无奈又茫然的陈燕昭 心里道歉的话已到嘴边 怎料就吃了个闭门羹 当晚雨下的就像山菜和道明市分手那晚飞一样大 半夜陈燕昭家的门铃响起 开门后女孩什么都没有说 两人对视气氛微妙 没等陈燕昭反应过来 香软就扑了个门 傻眼的陈大帅哥再度傻眼 别的女孩生气只有男朋友哄 而这个女孩却有五个男人争相道歉 被女孩忽然扑进怀里的陈燕昭不知所措 他与他对视 却按捺不住的心跳不止 陈燕昭伸手轻轻抚上他的脸 下一秒他只觉一阵天旋地转 历史惊人相似 还是原来的人一样的配方 陈燕昭在过肩衰的恐惧中惊醒 他不经常叹了一口气 我果然有病 然而此时他手机响起 您好 您预定的东西到了请开下门 好 来了 陈燕昭起身去开门 外面依然倾盆大雨 一大早遛狗结束的圆圆回到公寓 当他走出电梯后 发现陈燕昭家的门是虚眼的 而且挂了一个不寻常的牌子 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对不起 圆圆心想这是给我道歉吗 正当圆圆看着出神之计 一道奇长的身影透过门缝调来 陈燕昭捧着一大树向日葵朝圆圆走来 这个送你 给我的 圆圆顿感意外伸手接过花束 只见陈燕昭深深鞠躬再次跟圆圆道歉 道歉 因为我给你留下了一段不太好的回忆 如果不是那些视频和外号的话 你高中应该会过得很开心 甚至毕业后会和你喜欢的人开启一段感情 我们之后也不会相遇 虽然这么说有些自私 但我真的很高兴现在能遇到 面对眼前诚意满满的男人 圆圆内心开始动摇 你以为帅哥的道歉就这么结束了吗 并没有 他拿出了手机打开多人视频 只见视频里四位帅哥毕恭毕敬道 对不起 触不及防的音量把圆圆吓得差点灵魂出窍 蓝毛帅哥带头第一个道歉 实在对不起 当年的外号是我起的 我那时候也是嘴贱 紧接着紫毛帅哥也承认自己的过错 对不起 当年的视频是我发的 本想捉弄一下陆哥 没想到给你造成了困扰 还有我们不该瞎起哄 对不起 蓝毛见圆圆没说什么立马给自己加息 你一定要给老陆机会 当年我差点误入企图 就是他把我拉回来的 别看他不像的好人 但他真的是我见过最温柔的人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圆圆心想陆燕钊也许不是传闻中的那种小混混 于是他便开口原谅了他们 蓝毛立马对他竖起大拇指开始惨魂屁 嫂子真宽宏大亮 紫毛则邀请他下次一起出去玩 院种大兄弟们热情似乎过了头 陆燕钊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 陆燕钊和圆圆终于解开了多年的误会重归于好 由于兄弟们太狗巴巴巴的不停 陆燕钊吓得直接挂掉电话 圆圆也为从前的事跟他道歉 不过我那是本能反应 没想到那么容易把你摔倒 闻言陆大帅哥满头黑线 我不要脸的冒我 于是连忙狡辩 当时其实我就是那个 一时大意 你现在肯定摔不动我 然而就在此时圆圆的肚子不合时宜 发出抗议的声音 两人肝大对视了0.08秒 陆燕钊表示正好要做饭 便邀请圆圆留下来吃饭 圆圆第一反应是 你居然会做饭 果然21世纪会做饭的男孩子 跟濒临绝种的动物似的 陆燕钊秒变小傲娇 让我陆大厨给你露一手 你喜欢吃什么 圆圆毫不客气点菜 糖醋排骨糖醋里及糖醋 鱼糖醋茄子糖醋下人鱼香肉丝 陆大帅哥瞬间傻眼 全是甜的 偏偏他最不擅长做甜口的 但在喜欢的女孩子面前 他硬着头皮也要露一手 结果在肚娘的加持下 糖醋排骨瞬间就被陆大帅哥复刻出来 圆圆觉得不大好意思坐着等吃 于是询问是否需要帮忙 陆燕钊眼睛一亮 你会做饭 圆圆刚大笑笑表示不会 不过可以帮你递降有什么的 此刻陆燕钊心中已有觉悟 看来以后得多学点甜戏菜 我家一般都是我爸爸做饭 我和妈妈都是不太会 圆圆对爸爸的厨艺也是赞不绝口 说起父母 圆圆仿佛打开了话匣子 还有他们喜欢秀恩爱 过年正好是他们恋爱纪念日 所以不光做了一大桌子菜 还买了蛋糕和花 我坐在旁边就好像是个大店灯筒 虽然这些话听得像是抱怨 但在陆燕钊听来却是他所缺失的家庭温暖 在他的记忆里 过年都是别人家的合家团圆 举家热闹 他永远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甚至给妈妈发去新年祝福 也被苛责成浪费时间 所以普通人家的日常 却成了陆燕钊从小渴望的家庭温暖 因为社空姐姐的一头飘逸长发 海王弟弟直接羞红了脸 圆圆主动邀请陆燕钊到家里吃饭 陆燕钊却没有回应 圆圆立马意识到是不是不妥 突然邀请别人来家里吃饭 搞得跟逼婚似的 他想赶紧解释 那个 我没别的意思 陆燕钊笑笑答应 那回头有机会我去尝尝 顺便学一下叔叔的手艺 两人四目相对 微闹的气氛让圆圆害羞的立马低下头 片刻后陆大厨的真羞美味也上桌 圆圆第一时间加了一块他最爱的糖醋排骨放进嘴里 陆燕钊则忐忑不安看着他 直到圆圆说好吃他才缓缓松了口气 紧接着他默默看着圆圆在吃 自己却战略性喝水缓解紧张 而圆圆也发现了他一口没吃 便询问他 你不饿吗 我看你都没怎么吃 嗯 今天不太饿 其实他是因为不喜欢甜食 过了一会 陆燕钊拿出了蓄谋已久的两张慢斩票 邀请圆圆周末去看 圆圆接过票内心莫名感动 没想到只是随口说的爱好 他还记得 他心想要不要也邀请他下次一起滑雪 虽然认识时间很短 但是圆圆早就对他动心 周末清晨 圆圆早早起来洗漱 此时手机响起 陆燕钊来信息 他在楼下等他 圆圆立马换衣服 顺便戴上之前为慢斩买的假发 男人奇长的身影今天显得格外俊王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长发飘飘的圆圆出现的那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 陆燕钊的眼里再也容不下其他 他忍不住脸颊泛红 心跳加速 两人就这样一直看着对方谁也没有先开口 仿佛在比谁的脸更红